桃園最後還有一個分區 所以你們待會就是在這個插入一個欄 叫區 然後抓這個分局的前兩個字好了 那我們再立... 這個就不用了 這個我想如果叫你們全部做完 實在是太沒人道了 OK 就話說可 你們可以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把這個自動變成一個地詞的方法 目前好像內部應該有這種... 但目前還是無解 不然的話自己寫一個程式 如果你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其實這是可以拿來賣錢的 其實因為目前有這種需求 因為目前沒有... 你Google看看好像Excel裡面沒有這個功能 你把它寫出來很多人需要 他不想土法煉鋼 他就願意花這個費用 OK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分區做出來 然後優標放這裡面之後插入一個什麼 樞紐分析表 那一樣的方式 就是把上個禮拜做 就是把那個區有沒有 拖拉到列 再把區拖拉到尺 並且把它地增排序 應該是地減 地減的話優標放B4 然後資料裡面有個Z到A 好排出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 住宅相關的竊道 第一名的話 哇 其實有點意外 我本來以為是不是中立耶 OK 還是因為中立給人家的印象就是... 不知道啦 OK 那為什麼是這樣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最後可以再插入一個什麼呢 這個... 樞紐分析 這個跟上個禮拜一樣 我們快速比較做一下 就是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按確定 然後把它稍微拉大一點點 有沒有 然後呢 把這邊上方按右鍵 插入一個... 新增一個資料標籤 圖說文字 並且把桃園這個區塊 點一下 然後拉出來 上面的名稱 一樣改成跟上個禮拜的一樣 上個禮拜叫... 這上個禮拜叫... 各區住宅竊道的比例圖 OK 我們用跟上個禮拜一樣 把它貼上 然後... 這邊的話呢 就是... 看字要不要把它放成... 這個你可以自己設定 這個... 不影響 好 那最後這個圖例可以不要 因為這邊就已經很清楚了 這個不要 好 這樣的話 就完成今天的作業了 所以最後的話 記得喔 你存檔的時候記得喔 你存檔的名稱喔 存檔的時候 記得喔 你不要直接存成CESB 記得把它存成... 因為裡面沒有程式啦 所以你就存活躍部 或者最好你乾脆直接啟動 去取活躍部 然後這邊給個名稱吧 也許叫什麼... 桃園 你可以用... 我們... 這邊嘛 叫什麼... 桃園的住宅竊道點位 這個好了 OK 那就把它直接... 存... 貼上來這邊喔 然後... 就繳交這個... 就完成了 OK 畫面呢 還給各位喔 試一下 所以今天的... 重點喔 就是把上個禮拜的... 這個... 台北市的竊道案件 住宅竊道呢 延伸到桃園了 那可以看得出來喔 這個... 剛剛的比例裡面喔 第一名喔 就是桃園 第二名是龜山 一直以為龜山是新北的 龜山因為... 那個新北最近嘛 因為龜山一直缺... OK 龜山其實治安好像也沒有說太好 然後再來中立 那治安最好的喔 居然是... 大溪耶 大溪房子少 還有... 爐竹 陽梅那些 還是因為人口少 所以... 那也有可能啦 就是... 因為人多相對的... 欠案比較多啦 這個當然也是講得通的 OK喔 所以... 最後你們... 其中報告就是... 你把資料... 賄賂然後畫個圖 最後還要解釋一下 你看到這個資料 最後你得到的結論是什麼 可能還要說一下 那可以的話 當然你可以再找其他相關的... 資料 讓我知道說... 你有... 特別去搜尋一下 然後... 如果可以追根究底是最好啦 如果... 不行的話 當然你就是到此打住也OK 至少看出... 治安到底哪些地方是比較... 多比較少 OK 試試看啊 剩下時間給各位把這個完成喔